昨天中国移动是在大陆的广州 举行了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进了五千多名相关的合作伙伴 一起来共襄盛举 中移动董事长西国华在昨天就表示 大陆市场已经出现人民币千元的4G手机 中移动也会加快4G网络的部件 明年TDLT手机的销售目标尚看到一亿只 业界认为中移动将会带动中国大陆 明年4G手机的商机大爆发 尚看新台币一兆元之多 中移动合作伙伴大会在18号登场 发表商业主品牌END 董事长西国华会中表示 明年TD终端销售目标尚看1.9到2.21部 其中TDLT手机将达一亿只 市场行销重点在扩大终端销量 总之呢LTE的成熟 一定要在终端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中端成本有一个大幅度下降以后 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成熟 西国华表示 今年中移动手机补贴将超过270亿人民币 预计明年4G手机种类将超过200款 中移动释出采购大饼 让市场看好国内的苹果供应链 以及手机族群渴望优先受贿 外资看好中移动跟苹果合作 摩根斯坦里占卷预期 双方合作之后 明年渴望为苹果带进至少1200万只的出货量 在苹果出货题材看增之下 看好机壳 无线通讯 还有相机镜头厂等等营运 有表现机会 德区证券更表示 鸿海渴望成为明年iPhone6的独家代工厂 在iPhone的订单溢注之下 将目标价从92元调升到94元 东西产音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 接下来 感谢观看